老公,你快点来看,这个单位好像不错,有三个房子,而且还附送车位,我们不用再为停车问题而烦恼了 老婆,你真有趣,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的预算吗? 就算我们卖了车,东拼西臭,都只是能够应付这个价钱的一半而已 我真的不明白,为什么你总是要找三房的单位呢? 没车位都算了,你儿子已经和你抱怨过很多次了,爷爷经常在睡觉的时候打鼻寒,搞到他晚上睡不好,第二天没精神上堂,他就来考升中士,不可以有什么差池的 哼,你先没有心肝啊,你的老爷都和你抱怨过很多次,他说他的生活很苦闷,很想去老人中心学一下电脑,认识朋友,所谓百行以下为先,你没有听过吗? 有,我还听过什么叫做止词父孝 唉,真的没你办法了,你说怎样就怎样吧